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开始 7月15号到18号 是大陆二十届的三中全会 北京登场终于登场 因为这个大概推迟了将近一年 40年来最晚召开 事实上在今天以前的半年 西方媒体大概每隔一个礼拜 就在问怎么还没开 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揣测 什么习近平权力不稳 什么经济要崩盘 房市泡沫化 什么大陆要垮 各式各样的一个揣测文 那不管如何 今天确定已经开会了 那习近平今天这个工作报告 你看到很特别 我问一下介大使 他的工作报告什么 就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 注意 虽然是决定是个讨论稿 然后当然聚焦什么呢 房地产税改 薪质生产力 最近非常红的热词 当然还有金融改革 那金融改革的部分 特别是大陆的人行 推出了很多的一个新的措施 明天蔡正元博士在现场 我们也明天问一下这个蔡博士 那2023年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新值生产力 所以你看到像这个会当中 主要是聚焦在经济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重中之重 你就看到各媒体的一个标题 内文都很长 来不及讲 环球网的社评 20届三中全会 对中国跟世界都意义深远 彭博说 为什么中国的三中全会 对全球投资者很重要 这是彭博的特稿的标题 那美国之音也写了一篇特稿标题是 三中全会开幕的看点在哪 难点何在 有看点也有难点 那台湾那位学者杨开黄 他是专家 他就说从事前发布会议召开的时间点来看 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寻求共识 说明动的幅度会比较大 那动什么呢 在开会前 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准备 要一切准备就绪才能够开会 主要三件事情 第一个国际形势主要是指美国 美国到现在为止川普拜登不知道 你总要对国际形势也隔 因为美国是牵动着全球 所以国际形势一直到此刻为止都不明朗 所以会议延后到此刻 另外国内的形势也是一样 还有包括人事 外交 军事 李尚福 秦刚等等一连串的 全部大事底定之后 才有办法开这个会 当然确实 内外的挑战都不少 在内部的部分 7月15号刚刚公布 大陆国家统计局 6月份新建住宅的价格 年减4.5% 注意这是6月份的新建住宅 跟过去同期的比较起来 年减4.5% 这已经创下了大陆9年以来 最快的房产的下跌的记录 所以尽量是怎么看待 这个三中全会 要开个15到18号 里面议题很多 那你怎么看待这次重中之重 有哪些 基本上就是要通过 今天习近平那个报告的 那一件决定 他叫做决定 他这个就是 讨论党 对 他基本上这个稿子 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 一个即时广益 那前一阵子报导说 这是透过党内民主 让所有的相关 所谓深化改革相关的部门 的相关的人员 都充分表达意见 然后经过党内民主 充分讨论 最后把它凝聚成文字 变成中国大陆 这个未来五到十年 整个国家社会 然后整个的经济文化 甚至国际关系的 一个路径图 这里面有目标的设定 还有达成目标的各种的 必须要相应的措施 所以它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要建构 中国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从企业管理观念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 目标设定的一个 决定性的一个 从党的最高层 做的一个决定 它管的时间的跨度 可能到五到十年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国家发展总目标 大概2035年 它要达到一个 一个现代化的水准 那最终是要到2050年 要变成一个 社会主义的强国 那这个中间 它有这个阶段 它要设定很明确的目标 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它的这个施政方向 基本上还是往计划的 这个方向走 国家的方向是很重要 但我还是要问一下 介大使 为什么这么晚开 40年来最晚的一次 这里面有人说 当然还是疫情 受到一些影响了 受到疫情 然后疫情的经济的恢复 那一点影响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工程 大概是非常的大 本来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它事实上的话 不会是指示 像以前就是说 因为这个三中全会 通常是在经济问题上 做出重大决策 比如说 继续走改革开放的路线 国家继续 然后社会主义现代化 怎么样做怎么做 这一次看起来 因为感觉上 中国大陆的整个的这个 对整个全盘局势来看的话 整个国际环境在翻天覆地在变 习近平讲过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那面对外环境的大量的变动 然后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 内部的社会发展 也到达一个新的一个情境 怎么样配合外面的 预计在五年十年 整个大环境的变动 给中国社会的挑战是什么 中国大陆这个国家的挑战是什么 他必须要继续 把这个问题把它 融入到他未来的这个 整个的计划里面 另外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 也有很大的改变 那现在中国大陆有一点点 不是换平而是有点换不均了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牵涉到怎么样呢 就是说牵涉到这个租税的问题 甚至个人所得税 这些税务上面都有很多 然后对外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人民币要现代化 要国际化 然后呢中国大陆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就已经不是所谓的 投资的项目可以开放 而是你的资金的移动 资金的管理 资金的这个国际 你的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跟开放 那这些东西是中国大陆必须要往前面走 必须要面对的 因为你不能永远靠这个 比较封闭的这个金融市场 或者比较流动性比较低的人民币 来达成中国整个的服务业也好 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因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 不是中国需求 全世界都需求 你要做第三世界国家的 比如说这个全球南方的领导 或者说你要把整个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来 那你金融的力量要很大 对 因为在去美元之后 然后呢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等等 所以这个央行接下来也出台了很多 关于这个金融上的一个改革 所以可能就是因此了 工程真的是非常的浩大 再加上确实也是有些人事的问题 还有国际上的情势也不明朗 所以呢这次 毕竟是40年来最晚的一次 所以也引发了西方媒体极大的关注 但是我倒是注意到 不管是澎湃 还有像包括这个德国之声等等 写的这个深入分析稿 比较不像是过去 就是一面的这个唱衰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吐槽的概念 还算是有些持平的论点 也显示 这次最晚开的三中全会 真的是有些亮点跟重要性 大家不能够忽视 好 回来之后呢 韩兵来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日本 日元不断在谍 大家都知道 最近很多朋友到日本 狂买特买 因为看什么都觉得便宜 吃顿饭也觉得好便宜 所到之处到处说便宜 那日本人呢 哇哇叫 那为什么你看到 光是今年上半年 就像之前纪大使 在我们节目中讲的 这很容易 不需要什么太高的理财技巧 日本民众透过 国内资产管理公司 钱全部都汇出去 买海外的股票 海外的基金 无论如何 就是换成美元 不要持有日元 就高达了6.1兆日元 平均每个月 流向海外的资金 就是一兆日元 全部都往海外跑 光是流出的资金 就会让日元贬值0.5到1日元 所以你看到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 这个人往高处爬 钱也是要往利率高的地方流动 还有一个就是沙特 沙特这个PIF 这个主权基金非常大 那最近呢 这个总裁出现在北京 也接受了一个专访 在2022年 他在香港弄了一个办公室 那今年第四季 或是明年第一季 他要在北京成立办公室 首次在大陆的本土落地 那这个PIF有多大 给大家一个概念 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 它的光是资产管理规模 大概是9250亿美元 那目前在全球的排名 是第五名 预估到了2030年 它可能会一下子 跳到第二名 然后呢 满手现金寻找投资标的 所以现在看到中国 它在中国的投资额 已经达到了220亿美元 然后聚焦哪些呢 都是大的嘛 科技啊 汽车啊 能源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像是最经典的案例 他用人民币246亿美元 完成了对于荣盛实化 10%股权的一个收购 所以过去刚开始 市水温只在香港 弄了一个办公室 现在正式发现这个地方 很稳当 对不对 他去了深圳 去了好多个城市 那确定大概下半年到明年 要在北京设办公室 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也需要北京的一个准许 日本这个问题 现在越来越麻烦 因为他每个月自己就 光是日本人自己就往外流走 一兆日元 而且这不是企业什么 这是一般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 美国的压力不压力了 不是不是 这个其实基本上 就是一种外逃恐慌嘛 因为我如果把日币留在手上 就是只有眼睁睁 看他一路贬值 到最后变废值 那对一般民众来讲 除非是你根本没有余钱的人 稍微有点余钱 就想算了 我赶快换别的币 比较保险 不要放日元 就一路贬值下去 所以如果你这个恐慌慌的心态 不解决 这个他就会这样 而且会越来越快 因为大家都会害怕 因为你日本央行 如果没有办法挡住这一个 这个持续的贬值 这样的压力的话 那情况就会非常非常糟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早在半年前 大家就说日本应该要采取 财务省应该要采取行动 到现在还是没有很积极的行动 所以我就不知道日本到底希望 它贬值到什么样的状况 可能他认为贬值可以让观光业啊 什么东西看起来蛮兴盛 可是问题是 你自己本身日本民众的购买率 越来越差 你的生活就会变越来越苦啊 这样你确定 你这样子有达到一个平衡吗 到最后 这个对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好现象吗 资金全部都在外逃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日本自己 真的要去考虑清楚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 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 会开始失控 那至于这个沙车共同基金 其实它已经跟中国大陆 在那边试水温试很多年了 它2022只是在香港 设立了这个办公室 那之前就跟中国大陆 已经谈了很多各项的合作 它未来其实一定会扩大 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客观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对中东这些国家来讲 美国已经不再是 像过去那么安全的投资环境 因为我投资给你 你可能会突然之间 把我的资金没收 或是做其他一些运用 或是现在你看连欧盟也 常常跟随着美国说 要把别人的资产 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要做一些没收 或是重整或是干嘛的 这听起来 这个对他们来讲有点恐怖 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加大 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那当然它也不是盲目的投资而已 它还是要投资一些有前瞻性 有发展性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投资 也就是这也是配合 他们国家的政策 因为他们未来是想要 跟中国大陆在技术上 有合作的方向 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是 赚眼前的这个钱而已 它未来还是希望能够回流 能够发展他们自己国家的 一些技术跟产业 所以我觉得整个都 都在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它估计未来到2030年 其实也没多久 它就要到2兆美金 所以它的资金的蓄积成长 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这个未来恐怕会成为 中国大陆跟中东之间合作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而且中国大陆这几年 其实外资也有在减少当中 那对它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 汇流进去的一个大活水 那我觉得这会更加强 中国大陆跟中东之间的往来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